在家吹頭髮時總是熱到飆憾 用低溫吹又感覺永遠吹不乾嗎 快看型男髮型師傳授吹頭秘技 洗髮後先用毛巾輕輕按壓頭髮 吸乾水分 馬尾的部分包起來扭轉 務必扭到頭髮不滴水 頭髮八分乾時 塗抹抗熱風附髮品 因為含有豬灰發的油脂等成分 你會感覺水分更快乾 選擇溫控吹風機降低熱傷害 吹的時候一手撐開 另一手拿吹風機吹頭皮到頭髮中段 用手撐開可以幫助空氣流通 帶走水分的速度也就更快囉 頭頂同樣也是撐開來吹 還可以讓後腦小髮根更蓬鬆 最後用手指邊梳邊吹順 吹到全乾就完成啦 瞧瞧這頭髮乾得又快又美 撤起這幾招 再加吹頭也能輕鬆不狼狽 東新聞台北報導